就像你那麼認為我們應該對於特教生有多一點的照顧跟關心 目前我們也都非常的努力在照顧 個案是這樣 在中班的時候被診斷遲緩的狀況 所以環境會很陌生 情緒不能控制 甚至有一些自立的問題 最害怕換你新環境 到了大班呢 向教育局申請了緩讀 沒有想到緩讀通過 教育局說你必須要轉學 好不容易啊 這兩年適應 因為他要緩讀必須要轉學 找幼兒園到處碰壁 您也認為對於特教生有多一點關心跟照顧 為什麼要逼迫學生轉學 原來的班沒有啦 他已經畢業了 那就是變成要差到下一屆中班上來的班 那班也是滿的 那這個學生怎麼辦 他可以選擇國小 國小的特教資源比幼稚園更好 所以您是認為說 特教生他進到小學一年級 效果會更好 是這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緩會會同意他申請緩讀 緩讀是家長的選擇 他就是活該自己要轉學 因為他自己的選擇 您的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我們後續會協助他的部分 各位訂出一個 訂出一個標準出來 他能不能原校就讀 教育局應該更有同理心啦 對於特教生啦 而不是說一直拿這個 現有的法規來 來擋這件事情 都負一點責任啦 不是什麼事情都丟給家長 有的東西是家長的選擇 我們會來協助他啦 家長選擇 你也要專業的提醒或意見嘛 研議再跟議員報告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謝謝